为了提升环境污染防治观念 台东县环保局在4月17号将在台东县图书馆二楼幼儿阅读区 来举办土水污染防治绘本说故事活动 现场除了是说故事活动之外 还有互动游戏、小礼物、活动才网路线上报名 活动限额15组的亲子参与也欢迎大家来报名 台东县环保局将在4月17号上午10点到11点 在台东县图书馆二楼的幼儿阅读区 举办111年第一场次的水土污染防治绘本说故事活动 这次请来东大美术产业系的老师来说故事 老师会用轻松有趣的方式来跟小朋友们分享 小水滴哭什么、泥宝班新家等故事绘本 传递土壤以及地下水污染防治的重要性 并在讲故事的过程中加入一些现场互动 例如分组游戏竞赛、角色扮演、有讲侦达等等 希望借由亲子互动的过程将环境教育能够在日常生活中实行 而活动才网络线上报名 限额15组亲子参与 全程免费欢迎亲子报名 介绍安如台东市报道